背景颜色自己拦这个颜色 改的时候呢 注意先改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颜色 改了样式表 颜色 然后Background Color 好 为了增加这个科技感呢 我们就改成黑的吧 改成黑了之后呢 大家就发现这问题来了 整个界面都黑掉了 原来的这个文字呢 通通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都都改一下 把它这个颜色给成绿色 那这个就显现出来了 然后这个 同样的处理 这两个改完了之后 这个 改它本身的颜色就是 因为黑色背景 你把这个文字改成白色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个 因为我们要定制嘛 所以遇到问题之后呢 我们想办法再把它改回来就好了 这个也通常是一样 这个样式表呢 有很多用处 好 我们这两个就是统一改一下 来 选不中 我可能还不能一起改 那就一个一个改掉 在黑色的背景下 白色的字体就显示出来了 也可以用别的字体 也可以用别的颜色 那我这边是直接给它选成白色了 看着清晰一点 然后像这个 我们还是 Color还是选成蓝色的吧 就其实它是一个 可以选的 可以点的 它是一个 链接 好 这边呢 做完了之后呢 感觉这个进入来跟默认的就不太一样了 然后很悲剧的是 你看这个文件这边也看不到 它图标还能看到 其实文件都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很悲催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改这个 改这个呢 我们就在这边改 因为这边你看 你是选不中它的 没法进行这个样式表操作 所以你在这边改 Manual改完了之后呢 在这个属性栏里面 找它的这个 Plated就是画板 调色板 然后呢 Windows Text 这个不是这个文字的颜色 要找这个Button Text 改成白色 改完之后呢 都都显现了 这个有一个图标 因为它是黑色背景 所以这个图标整个就看不见了 这个刚才我们选的时候 也没太注意这个事 不过不要紧 这个图标 我们还可以换 这个作为例子 但是这里我就不换了 因为太要浪费时间了 大家去找一个 不是黑色的这个图标去换 好 因为你看这个图标 它这个效果 刚好是白背景了 黑圈圈 所以一改成黑圈圈之后 整个都不见了 好 我们这里其实也可以改一下 这个 把这个改一下吧 如果你发现这个没有 可以改的时候 为了让这个黑圈圈改造出来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样 嗯 把它本身的颜色改掉 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啊还是没有显现出来 好 那么这里我们先不管它了 因为这里实际上要改的时候呢 这个调色板实际上是可以改的 啊 那具体是哪个选项呢 也还需要注意一下 嗯 把被子改掉吧 嗯 还是没有显现出来 好 那么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换一个就行 换一个这个图标就好了 我之前试的时候呢 是可以把这个背景改掉的 但是因为改了哪个参数我也不记得了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界面的这个美化工作呢 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 呃 再用一点时间说一下这个云端的这个程序开发 啊 这边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编译一下这个 啊 然后运行一下看 啊 这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整个都是黑的啊 黑的之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这个文明空里边 你输入文字 可能它也变黑了 好 确定说看不见了 怎么办呢 把这个字体颜色也改掉 改成白色 嗯 嗯 这个改成白色 哎 为什么改不过来了呢 ok 啊 刚才没有点中 那么这样就看到了这个 黑框下来的这个字体啊 因为我们背景改成黑的之后呢 这个默认自己是黑色的都看不见了 然后这边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用几分钟说一下这个 合成 那么我们直接到这个注册一个百度的账号 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呢就成为这个开发者 我在这个应用管理里边 我们创建新应用 呃 名称我们就叫小买听书 选择其他吧 或者学习办公都可以 选择其他 创建新应用 然后恭喜我们创建成功了在这里 那么一般我们最看重的就是这个 啊 API key和这个security key 就是我们访问的这个依据 然后呢开通服务 一般就是语音识别和合成都开通 然后点确定 还卡在这里了 好 开通了之后 那需要再刷新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管理 一般是识别 识别我们就先不管了 然后这个合成 一般是申请提高配额 呃我们就在Windows上用嘛 Linux上也可以用 其他的就不管了 他这个 默认是个十百千万十万 二十万次 那你要超过他的配额 你就把它写多一点 然后 啊写反了 OK 这提交之后呢 他过几天之后 就会通过我们这个审核 就变成这个 无限次的使用了 啊 现在显示是审核中 啊 语音识别也可以 类似的去申请 好 这个就不重复说了 那么 这个刚才语音钻语音识别的开发 我们已经做过了 实际上就是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新建一个程序 提升API黄字数 我们记住这个key 这是我们刚才这里操作的这个 查看key 好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脱出了 这很简单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这个通过两节课把这个 啊 GUI设计 还有这个 零端语音课程 简单的收了一下 那么这个UI呢 大家可以不必跟着我这个做 大家想利用什么背景啊 想改成什么名字 都可以改 改他的sheet style 都可以了 好 那么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